拒绝法退回草案 劳工团体今天抗议劳机法修正草案 晚间近70转往台北车站 劳团成员在车站游移 在冲入第三月台卧轨抗议 15人躺在铁轨上拉布条表达诉求 警方举牌表明违法 劳团拒绝离开现场 警方晚间80时时展开强制撤离 以优势警力将15人拉离铁轨 随即以仁强阻挡劳团成员再度跳轨 劳团改绕行乐台 高呼口号拒绝劳机法修恶 拒绝恶法退回草案 也拿麦克风在乐台发表演说 劳团表示实在是忍无可忍 他们不满劳机法越修越退步 要用尽手段阻挡劳机法修恶这辆失速列车 这是历史上第三次卧轨行动 是历史性的一刻 他们要呐喊诉求直到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 劳团成员最后堪坐在乐台出入口 警方上前劝离 双方发生拉扯冲突 劳团控诉 他们坐在地板上未影响任何人 但警方粗暴推起成员 导致成员跌坐成一团一名高中生 因此腿部受伤 无法自行行走 现场呐喊警察打人 警察打人 劳团成员晚间约八点半举手投票 彩多数决 决定留在车站再度握轨或是转重进立法院抗争 最终决定转站立法院结束在台北车站握轨活动 警方表示已将15名握轨成员带回警局了解案情 等待检察官指示 劳团抗疫劳机法修恶 集体在台 被车站握轨抗疫 记者林梦杰摄影 分享 劳团抗疫劳机法修恶 在台北车站握轨 控警察推起害成员受伤 记者林梦杰摄影 分享 劳团抗疫劳机法修恶 在台北车站握轨 控警察推起害成员受伤 记者林梦杰摄影 分享 大批警力为成人墙 阻挡劳团成员再度跳轨 记者林梦杰摄影 分享 劳团抗疫劳机法修恶 集体在台北车站握轨抗疫 记者林梦杰翻摄 分享 劳团抗疫劳机法修恶 在台北车站握轨 控警察推起害成员受伤 记者林梦杰摄影 分享 劳团抗疫劳机法修恶 集体在台北车站握轨抗疫 造成交通大乱 记者林梦杰摄影 分享 百名劳团瘫痪 台北车站月台 记者林梦杰摄影 分享 劳团抗疫劳机法修恶 集体在台北车站握轨抗疫 大呼口号 记者林梦杰摄影 分享